下午5点,26岁凡镇东公布喜讯,球迷欢迎欢迎送上祝福 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目前国拼正在新加坡参加大满王的比赛 这次比赛对于国拼教师来说,也是非常重视 我们派出了全部主力 随着比赛山路也是有几个核心球员接连包冷出局 像我们女单的方面,世界第二陈梦,世界第三的王一帝都是惨了脱黑 但是我们希望,不管是孙一诗还是凡刘东都能够取得最后的成绩 本次作为世界第一的凡刘东来说,也是爆了三个项目 男单,男双和婚姻双 在此前的婚姻双比赛中,也是暴冷出局吧 输给了张美智和和左田新的,确实让球迷有些失望 但是在随后的男双决赛中,是几位绿数获得了冠军 可以说让球迷是非常开心吧 随着比赛继续,今天将会赢来最后一天的角逐 男双将会赢来决赛吧 作为范军东,在此前也是公布了一个喜讯 让广大球迷分一分的非常高兴吧 具体什么情况啊 他也是在半圆赛中4比1横死了王楚清 成功的晋级了决赛 要知道王楚清在此前的交锋中呢 也是击败过范军东 通过整体实际来看,表演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 而且此前范军东是有伤病的 但是这次范军东却大比分的击败了王楚清 也是报了上一次输球的一个一眼之筹吧 可以看出呢,本次作为范军东来说 状态非常不错 而且呢,在刚刚的是取得了南输的冠军 这对于范军东来说是一个喜讯 随着比赛即将开始 随着南达决赛即将开始呢 范军东的对手也是出了 他将面对马龙 这次对决让球迷非常期待 今天晚上8点将会赢来南达决赛 范军东对战马龙可以看出呢 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目前的世界第一对战世界第二 在此前得完视频赛中呢 马龙是3比0横死了范军东收获冠军 确实作为范军东来说 希望能够通过本次比赛 击败马龙 成功的拿回国平一个 目前这次的比赛 不管是击分方面 奖金方面都是非常丰富 如果范军东能够继续输货冠军的话 将会稳固世界第一的宝座 这是他所希望看过的 作为球迷 纷纷的乐开的话 也是送上祝福 希望呢 小胖能够在本次比赛中啊 取得获得成绩 作为他的好朋友 袁新月也是乐开的话 因为两人都非常熟悉 此前有过互动 而此前袁新月也是希望呢 范军东能够继续的稳固世界第一的宝座 包括两人的关系非常不错 我们希望呢 范军东和袁新月啊 都能够在各个领域啊 取得获得成绩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聊